哈囉 延續前一則 那次則是76者特殊目標的運用方法 也是2010 76者特殊目標 那時間的關係我快收了 收了主題 比如說針對這個飲料、咖啡 那飲料又分為很多項 然後1到4級 咖啡也是 那假設我現在把這個合計的 先等一下 這是剛才做 之前做個複習 合計先 那針對這個合計的話 就是要點它一下 然後第一種方法是點它一下 Sigma 然後呢 複製鐵線就是拉取 即可 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先 那它的缺點就是 它是可以連動的 它缺點就是要點比較多次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還有比較快的 我看一下 這是遲折重點 我先把這個合計先進來 合計的 合計的 再做遲折的一個 特殊目標的運用方法 看一下 特殊目標 然後再出了 然後再出了 這個區塊 然後再出了 這個區塊 然後再到尋找與選舉 此責的重點 在這個地方 按鈕點它一下 到第四個 這個區塊 特殊目標 那針對的是空格 好 點一下 裡面很多 找一下空格 針對空格 也就是從裡面 找特定的條件 就是針對空格 好 點一下確定 那空格就被鎖定 接著 點一下 藏一下Sigma 加找 點一下 好 這樣就計算完成 很快 這是第二種方法 運用的是 選取範圍常用 然後呢 尋找選取 第四個 特殊目標 好 直接空格 好 即可 順便完成 好 很簡單 等一下 特殊目標的一個方法 從裡面 就是資料裡面 找特定條件 比如說空格 好 再用常用 尋找選取 以及特殊目標 好 等一下 看一下特殊目標 它 看到一個位置 長有 先找選 第四個特殊目標 所以就方框 即可點選空格 好 好 大家不喜歡 開始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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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運用一下 比如說我看有沒有臉動 比如說我設定完成之後 這個5000給它改成0 Enter 這邊是可以的 但這邊好像不行 沒有動 在這邊 咖啡豆 1 1 2 那可能要重新設定 OK 好 接手才做 好 好 這邊也要解釋 再送一個 用方法 OK 好 再去 好 好 好